如果你飘洋过海追逐音乐梦 但是户头里头只剩下了四块钱时 这个梦想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呢 偶像歌手倪安东当年就是面临这样的抉择 那个时候他不但身上没有钱 还胖到了110公斤 跟现在你看到深情又俊美的形象可是差很多 但是为了音乐梦想 他硬是瘦了下来 变身型男 还参加了歌唱选秀节目 结果一战成名拿下了满分 随后也成为少女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 这位情歌王子就说 只要要坚持梦想 没有不可能的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安东 我的今天就在这里开始 头发 发廊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眼前这一个拥有开朗笑容的混血儿 梳妆打扮 整妆待发之后 一整天的通告等着她 Hello 这个是我今天要上通告的造型 还不错 粉红色很悬眼 开始 上通告去 很多人记得她的长相 是因为她略带沙哑独特的歌声 浑厚沙哑的歌声让倪安东一炮而红 出了第二张专辑的她 跑通告 或只要会唱歌 还得要会做冰淇淋 一起床就是一连串的通告 接受平面采访 马不停迪在赶到电台 有时候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而殊不知现在帅气的她过去曾经 胖到大约110公斤 跟现在的模样大不同 安东 安东是不是 可不可以在 你也知道吗 而且还好 原本你就很喜欢运动 可是我一直会跟公司讲就是 减肥是一个态度 就是所以他们不会管我吃什么 我叫你怎么吃 你这是外国人的脸 你把它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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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在 应该有人长这个样子 对 是吗 宣传新唱电跑电台通告 没有镜头对着 米安东玩开了 展现大男孩的一面 今天是 现在是最后的通告 然后非常开心 可以跟我的好朋友自由发挥 就是好好的一起 就是引接这个Ending 今天虽然算很轻松 还是非常开心 可以回到家明天放假 帅 三个人是个团体是吗 好多毛 好多毛 我还在燃烧 在你心里的浪潮 拒绝让我看到 散场的拥抱 混乱的心跳 多宁愿只是成长 豪迈奔放的唱法 天真乐观的个性 今晚成功让你安东圆了 发唱片的梦 但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身段 发片前当年朋友的店刚开张 你安东二话不说 当义工发传单 那个大学 师范大学 然后在师范大学 然后在师范大学 就是到处跑 义工 义工 义工是什么意思 volunteer 哦没有钱 对 有啊 那个时候我很穷嘛 之前我银行只有四块 你还记得那一天嘛 对不对 我印出来那个 然后给他 我说我这辈子要永远留着 就他的存款只有四块 那为好多拿去 我可能就一百块了 就两个这样放在旁边 就好吧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 对 跟朋友一块奋斗至今 以年安东的义气 让好朋友就甘心 但想不到 现在的当红歌手 还没有发片钱 银行户头 竟然曾经只剩四块 就 还没有找到什么 可以付钱的工作 那偶尔会找一些 就是朋友需要有其他房子 然后他给你一千块 在这里或什么 做这些无微不微的工作 那有生存 可是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就是瓶颈 就是真的没什么事可以做 然后没 然后一直会看到那个银行 以前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会有点挫折 可是 也没办法 就是热爱 那个时候也不敢 妈妈跟妈妈讲 觉得接近完蛋了的日子 又不敢让妈妈担心 还好 尼安东很乐观 又有一份热爱音乐的心 让他就算没钱 都想留在台湾找个机会 要活得更痛快 要跟世界比赛 把错失了你回来 儿子不错 就这样 混得很好 混得不错 给我一点面子 很好 从胖到瘦 尼安东毅力十足 也证明人因梦想而伟大 小林采赛 走 再登台湾 快速 快速